今天是7月12日星期五 HKG部今天推介和大家讨论有关政府规管网约车的问题 行政会议成员新闻党主席叶刘淑仪提出 的士政策是港英年代流下来的怪胎 更加指没有理由一个行业的牌照可以永续兼可以用来炒卖 政府早前提出规管网约车平台的研究 以加重罚质去打击白牌车 要求网约车司机需要持有牌照 但未提及何种车辆可以成为网约车以及营运车的数目 今天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议上 行政会议成员新闻党主席叶刘淑仪就对规管网约车表达意见 叶太指监管开放点对点交通的网约车市场 和改善的士服务质素其实是孖山兄弟的关系 有提到政府在十多年前 张丙良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时 已经就改善的士服务作讨论 直至现时局长已经变成林世雄 指有关议题实在拖得太久 出席会议的运输及房屋局局长林世雄回应指 当局会短时间进行研究 但是运输署需要一些时间进行数据研究 叶太有批评的士政策是港英年代流下来的怪胎 质疑有什么理由一个行业的牌照可以永续 又可以用来炒卖 并向林世雄提问 当局会否要求司机懂英文 他说如果不懂英文又如何做游客生意 会影响香港的形象 林世雄表示当局会研究有关意见 选委会议员陈佩良认为 规管是要优化网约车平台发展引入良性竞争 不应该纯粹谈规管不谈发展 更加不应该管死 他又表示政府被谈是否发出更多出租汽车许可证 以让更多经营者加入市场 会不理未来点对点优质服务的需求 又表示不认同点对点交通服务会对交通有大影响 他指出现时网约车平台已经在香港运作多年 社会对相关服务也有一定的需求 行政会议成员新届乡议局主席刘叶强表示 网约车是全球的大趋势 说当局终于肯研究规管网约车是迟来的春天 有问及的士车队为何需要几年时间去组队 失征元出立法会议员田北辰也表示网约车是大势所趋 但是的士车队牌照在车队数量要求门槛过高 是mission impossible 有建议立法要求所有的士和出租车都必须装闭路电视 若某个平台收得较多个投诉就可能不获续牌 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陆仲雄表示 白牌网约车令到市场失聚 出现无网管的状况 令到的士业界收入减少 政府作为制定游戏规则的角色 制定的政策可以做到多赢 释放出非法白牌车的市场 和的士业界一起做大个饼 看来立法会议员们都同意市场对网约车的需求 而且各有意见 政府以多资讯收集更多市民的意见 了解市场需要以制定最佳的规管政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